不能群聚但有人改成车具 苗栗警方接获报案 说在公管厢的隧道内有车具禁诉 虽然警方赶赴现场时车辆都已驶离 但调阅监视器 发现有保时捷和BMW等13台进口车 涉及18件的交通违规 要通知车主来盗案裁罚 12345连续五部保时捷进口轿车 来到苗栗县喜爱隧道 竟然直接停在隧道内 车上驾驶还下车没戴口罩拨打手机 随后出现更多台进口车辆 集结成群警方接获通报 立即派出巡逻远警前往查看 远途调阅监视器 发现总共有13台车辆有涉案 警方感到喜爱隧道时 虽然集结的进口轿车都已经驶离 不过远警仍设置临时拦检站 并调阅相关路口监视器 发现总共有13部轿车 涉及18起交通违规案件 可储600至1800元罚还 这些车辆在喜爱隧道里面 违反了违规停车 以及快越双方线的违规 警方表示目前全台都还笼罩 在疫情威胁的阴霾中 呼吁车友不要贪图一时的快感 成为隐形的防疫破口 影响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记得让新节苗栗采访报道